今天不中地 今天也不打游戏 今天和朋友来吃饭 辣椒烤 今天日压超过30多度 我们玩去看一下朋友做的菜 看一下朋友做的菜 又回来吃肉 这根200多瓶 这个是佛手瓜 这佛手瓜种了好多年了 是白色的那种 我都不知道 他给我说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品种 它是从其他院子挪过来 他把那个根给拔起来 好像就种在这儿 每年就重新长了 放点马粪什么的 可以看一下它这果儿长得特别好 长得特别好 又水呢又大 这些到处都是果子 到处到处都是果子 满满都嫩的 到处的果子 它有好几个品种 这是黄的 特别漂亮 特别好吃 嫩的是像这种 那个就像那个 一点都不老 它拿下来 放点醋放点盐 拌了以后就跟拌凉黄瓜一样的 脆脆的还挺好吃的 我以前都没吃过 它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种 是圆的 小瓜 圆的 都是果子 不知道它怎么种的 怎么都是果子 挺好的 那是甘蔗 番茄 生菜 这个 这个跟那个是一样的 是白白色的那个 这个是树莓 这个也是小瓜 但是这叶子 你看这没长多少 但是这已经结了三个巨大的瓜 说它一点都不少 这其实还是嫩的 刚长出来没多久 真不小 这是西瓜 它去年 天天叫水 天天叫水长得不好 我刚才说我看见那个邻居 那个是专门 专门种西瓜 还有种田瓜 它的那个压磨 所以今年它压了磨 长得特别好 所以因为它这品种本来是耐旱的这种品种 就是温度越高越热 水分越多 长得越好 所以它今天把这些地窝盖上 这区别就出来了 这长得特别好 我跟他说 你可能得输一输的打打花什么的 他说他没时间 我也不太懂 种西瓜 我是中国 但是我看那个是台湾的朋友种的 他是在那个河床上种 是那种呢 他是有些枝条 他去剪了 比如说只留一个枝条 一条 然后第一个瓜要摘了 什么什么的 我得回去还得看一下 但是目前来说像这个品种的话 用地模 覆盖地模这个办法种的话 长得是特别好的 我看看他的那个 那边好像还有茄子 在那边准备吃烧烤 这是茄子 茄子 茄子 这个是黄瓜 他这个好像是他们老家带过来的 这个黄瓜 这个品种 长得挺大的 但是有点苦 他去年给我种了 他给了我的一些 然后完了那个什么 挂果还是挺好的 这都是果子 但是我不太喜欢 因为有点苦 这个也是 是跟那个一样 也是小瓜 我这朋友喜欢种 不爱吃 就爱吃肉 但是喜欢种 就是各种各样的 水果生产都去种 那这就不怎么吃 这个生产你看都起台了 这都吃不了 留着看 留着看嘛 最大样 那个是解甘蔗 这边这个是芋头 然后这是薄荷 这是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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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长的 然后这是香蕉 它去年刚种的时候 前年刚种的时候 还结果了 后来但是种的太晚了 一到冬天就冻死了 这边是隔壁这个朋友种的 种的一个叫什么 树莓 那边有红了和黄的 黄的这种挺甜的 这种黄的这种挺甜的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我看去看一下 肉好了 肉好 喂 嘎嘎屋 哇 好 好 好